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出的材料只是制作大阪烧最基础的部分 大家可以按自己喜好加入鲜虾或者无花肉片之类的哦 那基础材料里最重要的就是日式山药 是大阪烧的精髓 推荐一定要用这个材料哦 那么首先是处理山药的部分 将洗干净的山药去皮 再次冲洗干净之后用工具磨成山药泥 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平时做的方式 由于我不是很喜欢用擦丝器 总是担心不小心会弄伤到手 所以会使用这种专门研磨用的小碗 或者最容易找到的饭勺 饭勺是最安全方便的 很推荐大家试一下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得到超级细腻的山药泥哦 接着来混合面粉糊 按顺序一次加入低筋面粉 鸡蛋 先将鸡蛋分出来 就不会不小心把蛋壳打进面粉里了 日式高汤 味淋 一定要在这里先搅拌均匀一次 再加入山药泥 混合均匀 同时让风味融合得更好 加入玉米油是为了防沾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水调整稠度 质地顺滑不用太稠就可以了 再次混合均匀放在一旁待用 现在来切一下卷心菜 传统大本烧的卷心菜是切成小方块的样子 但我个人喜欢切成细丝 在煎制的时候可以更快熟透 达到想要的口感 并且在煎制翻面的时候相对简单一些 所以这里就看个人喜好哦 全部切完之后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多 但其实开始煎和面糊拌起来 还有变热就会突然看起来少很多哦 这里的量适合两至三人份 因为卷心菜蔬菜的特质 如果和面粉混混合太久 容易出水 这样就会破坏比例 变得不好吃 或者拿成型 因此一定要先分装好 准备煎的时候再混合卷心菜和面糊哦 我给出的比例是刚好将卷心菜的表面 都裹满面糊之后 还会多一点点在碗里的量 跟巨面粉稠度不同 可以稍稍加减水来控制裹均匀哦 任意平底的锅子就可以 记得刷一些些油 帮助大阪烧形成脆脆的口感 烧烧让锅子有热度之后 就可以加入混合好的卷心菜和面糊 记得每个大板烧不要做得太大 会不方便翻面 如果想要加入五花肉片或者虾 可以在这时候 先将它们铺在锅子最底下一层 再加入调好的卷心菜和面糊 轻微调整成圆形 但记得不要按压放好的卷心菜 会让空气跑掉 使中间层失去松软的口感 每一面煎五分钟的样子 就这样用中小火 煎的时候可以适当盖盖子焖一下 保证中间可以熟透 普通的平底锅会比铁板烧好翻面很多 不过就算是没有完整翻面 也可以稍作调整塑形 然后再次翻面 稍稍煎到表面定型就好了 不用担心变成有一点生棕的颜色 因为大板烧就是要表皮脆脆的 中间软软的才好吃 但绝对不能是糊掉了哦 做好的大板烧可以直接拿出来放在盘子里 在表面按顺序挤上大板烧 或者章鱼烧酱 大板烧酱的量最好是可以刚好覆盖整个平面 因为面糊的部分其实是几乎没有盐味的 日式美乃滋也要稍稍多一些才好吃哦 鲁鱼花以及海苔 就按大家自己的喜好加入啦 做完是不是觉得其实一点都不难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材料 就可以在家吃上热乎乎的大板烧啦 果然大板烧还是刚刚做好的最好吃 这次介绍的做法是超级基础的大板烧配方 我适当减少了面粉的含量 调制了比较稀一些的面糊 虽然这样会比较难成型 但做出来的口感是比较轻盈的 也更加突出了卷心菜清爽的口味 如果有和我一样不太能吃海鲜的大家 很推荐试试看这个只有卷心菜的版本 还是一样拥有大本烧传统的味道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